那我们现在呢 既然要组合 因为有第二个式子告诉我们 它可以这样子写 所以我现在就把这三个 过来 乘过来之后一看 不太对劲哦 这个大X不是这么简单 它大X呢 下面还有一个什么 N的index 我写高一点好了 我们现在是 这么有个N 大Y呢 下面有个M 大T呢 下面呢 跟这两个都有关系 假设你这样乘起来 你的组合 只不过组合到一个 什么样的东西 UNM的东西 这个是它吗 当然不是 这个只不过是 上面这个U 应当找到U的一种解而已 我们说过 不管你找到哪几种解 最后你把它做个 线性组合 就是它完整的解 对不对 那我们这个时候 我们就比较了解了 就告诉我们 U的XYT 可以写成什么呀 U的N跟M 怎么样 我前面乘上个什么系数 叫做K 管它的 K也是K的系数 然后我把这两个呢 统统sum起来 这个就是星星 星组合 对不对 这样做就可以了 就得到我最后的 真正组合的 完成解的心事 好 当我这样做的时候 我整个狮子 是不是就可以变成这样 记住 这个N跟M的summission 是独立进行的 我这边事实上 是有两个summission 我只是把它简化成 一个summission 对不对 好 那前面呢 要有什么样 K的NM 第一个乘上XN XN在那边 FN Sine NPi over A的X 对不对 再乘上YM YM是HM Sine NPi over B的Y 再乘上T T在哪边 T在下面这边 是不是这样子 对不对 好 我们就写出一个 解的形式出来了 那事实上 我们发觉 这里面有几个位置数啊 比如说引进了 这个系数 我们当然不晓得 它是什么 原本的系数 也不晓得它是什么 原本的H 也不晓得是什么 原本的I 也不晓得是什么 原本的Z 也不晓得是什么 但是它们 沉在一起啊 所以你可以看看 事实上我这个Sine 里面呢 就可以写成两项嘛 就好了嘛 对不对 那我这个系数呢 K乘上F乘上H 最后可不可以 沉进去I 或者沉进去J 那我就把这个系数 把它简化了嘛 那我这个时候呢 更进一步 我就这样子写 我把这个呢 写到前面来 我现在就变成I NM 但我加个Plug OK 那后面是一样 Sine C 摆着 再加上J NM Plug 后面再乘上Sine N Pi over A X Sine N Pi over B Y 我是不是可以写成这样子的 对不对 我把这个U呢 再这样写下来 这个式子 就是我们完整节的 整理完之后的形式啊 只是现在还有两个系数 不知道而已 对不对 再多交代一下 这两个系数怎么来 第一个有Plug的这个是 这个系数加乘上这个系数 乘上这个系数 再乘上这个系数 Z NM Plug的 也是一样 对不对 这样我们就可以将我们的问题简化了 所以现在呢 组合完之后太棒了 只剩两个位置数 这两个解决了 问题就解决了嘛 对不对 现在我们还有什么条件还没有用 Initial Condition 这两个还没有用 两个条件 两个位置数 是不是刚好可以把它解决啊 假设可以太棒了嘛 对不对 好 我们现在就开始把第一个摆进来 看看能不能解决 第一个摆进来咯 Initial Condition Dash One 它是告诉我们什么事情 U在X Y 时间等于零的时候 它一定要等于零 这是 哦 抱歉 不是零 F F of X Y 它一开始的时候呢 这整个谷啊 你要先给它个变形啊 总要敲它一下嘛 对不对 给它个变形 然后呢 它会变成什么 我们就把这个式子带进来 这个式子给它个编号好不好 第15式 然后我们这个时候呢 就把第15个式子呢 带进来这个地方 T等于零 好 我们看 T等于零 会发生什么事情 Sine乘上零 永远等于零 Cosine乘上零 因为T是零嘛 等于一 是不是只剩下后面这几个 它是不是变成 Summation 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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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发觉一件事情 这边不是等于0 这边是等于某一个函数 那这个参数怎么办 这一看 各位你们有没有发觉 任何个函数 我都可以对它做展开来 是不是这意思 它展开来前面系数等于什么 就看看你对谁展开 刚刚的计算下来 就相当于你对一些 周期性的正选的函数展开来 那现在剩下的这个J怎么求 我们就利用后面 因为复利业的几数呢 给我们一个经验 我们可以利用后面 这两个sign的正交特性 来把这个数学 这个位置数解出来 对不对 我们可以这样子做 是不是我就像地图上面所讲的 我可以利用正交 谁的正交 复利业几数的经验告诉我们 我们利用后面两个sign的正交 我们看看怎么做 我们可以利用sign的正交特性 好 sign有什么正交特性 很简单嘛 我们这边sign有一个是跟x有关系 一个是跟y有关系 我们就分别做嘛 比如说第一个sign的 npi over a的x 假设我把它乘上一个sign的 n'pi over a的x 然后我把它积分从零击到a da dx 请问一下 它会等于什么 你算一下 你会发觉 它会等于二分之a 什么时候等于二分之a 当n等于nplung的时候 delta nmplung 当它们两个不一样的时候 就没了 那是不是 我也可以对sign的 mpi over b y 也来做同样的事情 另外一个m是mplung 它也等于二分之a的 delta nm mplung 对不对 都有这个特色嘛 这个就是它的正交特性啊 那我现在就来 开始使用在164 怎么做 简单 我把16个式子呢 后面乘上 第一个sign的nplung pi over a的x 再乘上个sign的 nplung pi over b的y 然后两个把它积分起来 就好了嘛 对对对 这个是b 谢了 对不对 我们这样做就好了 来我们看看这个怎么做 这样子做16个式子 164摆在这边 164摆在这 所以它左边是一个fxy 所以左边是不是相当于 对不对 左边就等于这样子 那右边呢 是不是就是个summation 里面的系数是什么 系数跟积分没关系 提出来 是不是变成在这边 然后里面呢 你发觉 这两个 乘上 这两个之后的积分 就像那两个独立的积分 是不是就写成这样子了 对不对 那后面这两个积分上面 证交式已经告诉你 它的状态了 它等于delta nplung delta m mplung 也就是说 虽然说我有很多个summation 无穷多个 但是只有这两个条件 要同时吻合 n要等于nplung m要等于nplung 这一项存在 其他通通不见 所以呢 最后它是不是变成为 j nplung mplung的plung 后面呢 抱歉 这边要乘上 2分之ab 前面有两个系数 忘了把它称起来 称上 2分之ab 哦 4分之ab 对对对 4分之ab 对不对 那是不是代表 这个系数求出来了 你要求哪一个 你就去乘哪一个嘛 我只是给它一个plung 代表我给它的 所以这样一来 是不是马上就告诉我们 jnmplung的这个系数 我就可以把它写成 ab分之4 0寄到b 0寄到a的f of x y sine的 npi over a的x sine的 mpi over b的y dx dy 我是不是就可以把它求出来了 这是第几个词词 第16个词词 是不是 j就求出来了 j就求出来了 很棒 现在只剩i还没求而已 对不对 所以i怎么求 知道怎么求吗 我们就把第二个condition带进去 我们要求第一个的时候 是不是把第一个condition带进来 我们把第二个condition也带进来 只不过第二个要先对它做微分而已嘛 谁怕谁 就把它微了就是了嘛 对不对 所以我可不可以 在这边呢 延续着这个 再做下来 u x y 哦不对 它的微分 partial u partial t 在t等于0的这个地方 要等于0 对不对 这个告诉我的 然后再有原本的解的 15的 这个式子 先微分 sine微分变cos 时间带进去 01带进去 cos0就变1 所以这项保存下来了 后面这项的cos微分就变sine 时间带进去 时间等于0 sine就不见了 所以就没有后面这一项 只剩下前面这一项 简单多了 照操 所以呢 我们会有这一项的 这个 一些系数我们再把它拼起来 好不好 这边呢 会有 i n m 对不对 微分呢 sine微分 变cos cos0带进去变成1 但是系数项总要保留下来 系数项不会不见 所以乘上c 乘上npi over a的平方 再加上mpi over b的平方的开根号 再乘上后面的sine mpi over a的x sine的mpi over b的y 是不是 我把这个叫做d 诶 怎么有两个16啊 下面那个16 这个就要17好了 那我们身边是不是有18 四十跑出来 对不对 18的四十 是不是我们同样的可以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做 完全一样嘛 我们可以照样这样子做 那是不是代表我们这边要摆进来 不只是16啊 18也可以摆进来 18一摆进来 左边这个等四呢 等四的左边是0啊 所以它的微积分也是0啊 后面一大串通通等于0 哇 没地方写了 写在这边 0等于 右边一大票sine mention嘛 但是又有积分 对不对 同样的 是不是你马上就变成sine mention nm i n plung mplung的plung 再乘上系数 c更好 mpi over a的平方 加上 mpi over b的平方 开根号 乘上dlta nmplung dlta m mplung 对不对 最后 算个老半天根本就白算嘛 为什么 这些都是系数啊 会等于0嘛 才怪的 不管你怎么加 左边就是要等于0 这个sine mention弄完之后 只有 nplung nplung 这一项 这会存在 其他项通通不见了 对不对 这两个一作用进去 是不是只等于这样子 i nplung nplung 乘上系数 抱歉啊 这边写的比较丑一点 是不是这样子 这要等于什么 等于什么 0呢 那是不是告诉我 这边系数不可能等于0呢 谁等于0 i要等于0 所以搞个老半天 原来i是等于0 这第十八个诗 那这样一来 我们最后的答案 可以修饰一下了吗 他告诉我i等于0呢 我就不用写了嘛 J呢 J在哪 J在那 对不对 所以我是不是 实际上呢 我这根就没有那么长嘛 只有后面的Jplung Jplung我先造写 因为太长了 我不想把那个再加进来 那后面这边是不是 变成cos c 更好 mpi over a的平方 mpi over b的平方 乘上t 再乘上sine的 mpi over a的x sine的 mpi over b的y 我们的解就解出来 19次就是我们的解 其中的系数呢 在第17个词 对不对 我们是不是解完了 好来 解到这边 觉得很复杂的人 举手一下 觉得很复杂的人 举手一下 ok 好 好 我看到 没关系 你回家跟着做一次 ok 回家跟着做一次 就可以了 所以呢 今天有个作业 而且今天这个作业比较特别 为什么呢 因为礼拜三就要交上来 ok 不是 今天是这个 这一题习题 之前本来就是有一个要交嘛 这一次呢 再加上这一题 因为我要你们回家 马上做 你就磕在你脑袋里面 永远都不会忘掉 今天做什么呢 很简单 我要做的是一块薄膜 一个二维的 一个薄膜上面温度的变化 记住哦 温度 而不是振动 假设我一个薄膜 一开始我有一个温度的分布 但这个温度的变化 等于零 一开始 然后我让它四维的温度 通通等于零 请你告诉我 这温度如何消散 是不是只有一个地方要更改 哪个地方要更改 第一个式子要更改嘛 wave equation改成什么equation heat equation heat equation告诉我 等号的左边是什么 什么的微分 空间的几次微分 两次微分 我们的式子左边都是空间 两次微分啊 对不对 右边等于时间的几次微分 一次微分 对 只有这个地方更改 那其他的请你 一路把它算完 进入礼拜三交上来 ok 假设你不知道该怎么做 请你遵守着这整个程序做一次 把这个地图呢 画好拿在手上 画在另外一张单独的纸上 一边算 一边上去看你算到什么地方了 谢谢你 好